哈喽大家 今天这期视频的话就如约来录一个我的项目管理模板的分享 首先的话软件我用的就是Notion 如果大家看过我是如何用Notion做时间管理你的起视频的话呢 应该会比较熟悉我的整个规划的逻辑 但毕竟Notion是国外的软件嘛 所以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呢 还可以用腾讯文档或者是废书 都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吧 尤其是废书 我的这个模板的话主要是针对个人的一个项目管理 也不是公司或者是多人的团队的 因为我基本不太会考虑到需要共享文档 或者是需要管理人员分配的这种情况的 然后我的一个整个逻辑是基于一个事件的那个重要和紧急的四项线的 根据这个理论呢来规划我们所有任务的一个优先级 也就是要优先去做又重要又紧急的那些 至于紧急但不重要或者是重要但不紧急的呢 都可以暂时的推后或者是做其他的安排 OK那么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OK那我做的模板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是用一个多为表格的形式 而不是干特图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用干特图的 因为干特图需要在开始工作之前 把所有的东西都排好罗列出来 我觉得这是工作的特别大的一个事情 首先我是按照每个任务的状态进行了一个分组 如果是有多个产品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创建不同的产品 那你这里就假设我有两个正在做的产品 然后优先级的话是决定了我们在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 要先做哪一个 这个就代表着这个任务的重要性 这个状态这里可以先把它隐藏掉 因为我们已经有分组了 那任务的紧急性呢就体现在这个截止日期这里 有的时候某一个功能是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的 如果有的话我就会给它填上一个截止日期 如果没有的话呢就给它留白 说明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个特别紧急的任务 填上截止日期之后呢这一列就是剩余时间会自动计算出距离你的截止日期还有多少天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剩余时间这一列进行排序 剩余时间越短的就说明这个任务越紧急 那么优先级越高的P1就是优先级最高的也就是最紧急的 通过对这个表格进行排序就可以把最重要和最紧急的那个任务显示在这个表的最上面一列 所以当我们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就知道要先做哪一个任务了 然后这边还有两列叫做分类 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分法的 如果你的项目都比较简单的话呢就可以按照任务的类型来分类 比如说是新的功能啊还是要修改的要优化的功能还是解决bug 那如果你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你一个人在同时做三个不同的产品 还可以按产品的功能去分类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按模块功能来分的 这样我比较清晰的能看到我现在正在做什么 剩下的部分都是跟时间相关的 这个也就是我上期视频说的给项目估值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的话只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估计的一个数 我觉得给项目估值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真的很难有人能够给到一个相对于准确的估值 我在模板这里有注明 我的整个项目管理机制的时间单位都是工作日 那这个工作日的指的不仅仅是一整天 而是指任意的一天内你愿意工作的时长 比如说你的一个工作日是一天的八个小时 那这个表里面的一就代表你的那个八个小时 每个人对工作日这个概念的定义都可以是不一样的 这样子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我们去按小时 按分钟这种非常精细的时间单位去估计你的项目 这种按小时去计算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实现一个功能的 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只能按照工作日趋故事 那你在拆分项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就是不要把那个项目拆的太细 你可以按功能去拆 也可以按就是老板家类的一个任务去拆 不要加一个按钮 然后改按钮的颜色 然后改按钮的大小这么细的去拆分 那如果你拆这么细的话就不可能说你一个工作日只改一个颜色了对吧 如果说真的要把项目拆的这么细 然后一个个去估实的话 那我估计你可能要花个好几天才能做得完这个项目管理了 花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你是不可能估得准的 所以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大概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在拆的话可以点开这一个任务 然后在里面直接再去写你的代办事项 to do list就好了 我经常也是这样 如果是我要写一个比较复杂的功能的话 我会点开然后在里面写我的第一步是什么 第二步是什么 给自己列一下 然后写完一个够一个写完一个够一个 但我在做的时候我思维会比较清楚 效率也会比较高一点 最后你这里可以自动相加 就可以得出大概还需要多少个工作日才能完成了 但是可能有的人会问啊 你这样估计又估不准 你现在有啥用呢 虽然说对杂方来讲没有什么用 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自我了解的作用 具体体现在后面的这个开始和结束的部分 我自己是非常需要记录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做 我什么时候做完的 比如说这个任务呢 我14号开始做 但做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完 在进行中对吧 那如果做完了之后 比如说可以现在点一下做完 那用时这一列呢 就会自动计算出我用了11天才做完 所以我在最后复盘的时候可以对比一下 我自己觉得我一天能做完的事情 我实际上用了11天 这说明了什么朋友们 这说明了什么 弹幕请回答 然后NOTION他还可以把这个大表插成小表 就比如说我今天只想专注于做产品一 可以切换到这个产品一的这个试图来 同样如果你不喜欢表格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修改成比如说看板啊 或者我们非常喜欢的干特图呀 OK就这么多了 网板链接会放在视频的信息栏里 如果大家还觉得太复杂的话呢 可以尽可能的把它简化 我觉得上部完整的事情真的是越简单越好 因为搞太复杂就真的会很打击你的工作积极性 那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那下次有人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